好友之间的默契 一个眼神就足够了 女孩大踏步走上前 看我怎么帮你挡桃花 这个 这是我 老妈 平息 我儿子 朋友人也傻了 让你假装我老婆骗你 你怎么还超级加倍了 你把这天在外花天就地不回家 你这个白天来的儿子也不然是真心 女孩凭借精湛的演技 三言两语就平息了一切 当面把儿子一顿臭骂 我是后妈我怕谁 桃花倒是拆了 但是怎么感觉 伤敌一千自损了一千五 朋友还得舔着脸谢她 谁让这是自找的 女孩名叫于美人 是个千万级别的时尚博主 平日里乐观爱笑 非常讲究原则 旁边这个便宜儿子 就是她的老板静锡 回去的路上小美却非常烦心 原来她今天去拍宣传片 错把学校教授当成合作对象 等她风情万种地走上前去 人直接就愣住了 她可太熟悉这张英俊的面孔了 这个叫庄宇的男人 曾伤了她那么的身 没想到竟要与自己合作 女孩回头确认下 没错 是她呀 庄宇正在温室做研究 根本不想搭理女孩 小美只能硬着头皮上 按照剧本火力全开 开始各种挑动 结果不小心把架子推倒 培育的植物全都碎了 女孩这才知道出了问题 看着心血付诸东流 庄宇眼里都要冒火了 她不顾小美的道歉 冷冰冰地要她出去 要不要先想想你的老姑深度 配不配在这里 小美本来情绪就不好 父母又来日常逼婚 女孩情急之下 说自己已经有了男朋友 结果这句话遭重了 全家喊着要来看看 可不能被他们发现 小美想起庄宇住的小区 决定进水楼台先得月 薪酬就恨一起算 她隔天就搬了过来 还准备了好多葡萄 挨家挨户地送给邻居 果然如愿地遇到了庄宇 只是男人还记恨上次的事 对她非常冷淡 可是小美却丝毫不放弃 想我年轻貌美小家子 迟早都会拿下你 女孩平日滴酒不沾 缩了两瓶货香正气后 却把自己搞醉了 她晕呼呼地出了电梯 熟练地开了邻居家的门 进去睡觉了 屋子的主人回家 进门就感觉有人来过 等她摸着黑镜屋 刚想躺平休息 你怎么进来的 这画面也太诱惑了吧 再看看掉落的东西 男人似乎明白了什么 货香正气水都能喝醉 看着床上熟睡的余美人 庄宇万分无奈 你倒是先把鞋脱了呀 男人想直接出门 看了看又有点不忍心 回来帮女孩盖上被子 然后跑去书房看书 坐怀不乱真君子 结果还没看上几页 就听到客厅有动静 出门就看到小美在发酒疯 都一个小时了还没醒 你要喝点酒还不直接上天 小美显然还没算完 喊着自己特别想出 庄宇赶快捂住她的嘴 硬生生把她拉进厕所 然后又把女孩扔回床上 这一夜是真的难熬 喝点枸杞补补吧 庄宇刚想看会儿杂志 这时隔壁又传来电话声 再看看睡成死猪的小美 男人帮着挂断了电话 结果还没转身电话又来 为了不影响女孩睡觉 庄宇只好接起了电话 结果这下真是闯祸了 电话那头全家集体兴奋 难道这就是小美的男朋友 喂 妈妈 关键时刻女孩抢过电话 声称刚才接电话的是自己男友 还说等家人来了再见面 好不容易糊弄过去吧 庄宇的脸都绿了 要不是我眼急手快 现在床单都得洗 在男神面前丢了这么大的人 脸皮厚如小美也有点不好意思 收拾东西就往外跑 却被男人喊住 以后上点心 别乱吃药了 女孩风一般跑进电梯 然后对着镜子一顿捣吃 侯一回见在垃圾箱旁边堵人 风教授见到我这么激动啊 天还没黑呢 你们这些牛鬼蛇神就跑出来了 不愧是教授 骂人都不带脏子 有我这么好看的牛鬼蛇神吗 再说了 我在这里等你 是因为有事情要向你请教 请教垃圾分类 这个还用学吗 我看你就是有害垃圾 与美人忍住了怒气 毕竟是自己主动来的 主要是想问问你 今天晚上发布会准备穿什么 毕竟我们俩要一起去 如果穿的不协调的话 可能会有爱观战哦 女孩的话触发了男人的痛点 庄宇爱达不理的转身就走 小美跟在身后追着家 穿着可是外表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可是要一起出席啊 结果又被男人嘲讽了一顿 你没事惹他干什么呀 女孩只能独自前往 还领了个特别的抽奖号码 小美环顾四周也没看到庄宇 这家伙不会放我鸽子吧 男人当然没有失约 相反穿着帅气的出场 立刻引起一群女嘉宾的围堵 各种要加他好友 小美直接冲过来救场 都散开吧 这位小哥哥有主了 美人姐 这是你男朋友啊 也太帅了 别掉 有了女孩的结尾 庄宇避免了被围攻的担当 但她依然不领情 她看了眼女孩的号码 你怎么还把自己名字贴身上 真是一只白眼狼 等到发布会开奖的时候 庄宇已经准备回去了 小美健壮一把拉住她 可不能把她放跑了 今晚获得最大奖 奖的号码是250号 女孩赶快把号码贴在男人身上 然后装出吃惊的样子 庄教授你就是250啊 把庄宇搞得哑口无言 你们全家才是250 这是同为美妆博主的小夏过来 竞争对手见面分外眼红 小夏试图抹黑小美 直接用酒把两人的衣服都弄脏了 我知道把你衣服弄脏是我的不对 但我是不小心的呀 你也不能把我衣服也弄脏了呀 这演技也太浮夸了吧 这时庄宇领奖回来 拿过酒杯对比了一下 立刻就明白了一切 手抖去神经内科 色盲去五官科 有病治病 别耽误 就喜欢教授的这种骂人方式 每次听着都不重样 庄宇说完转身就走 小美赶快追了上来 你刚才英雄救美的样子好帅呀 脸皮厚就算了她还自来数 强行拉住庄宇 要不你把西装借我救急吧 这番操作把男人都看少了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女孩穿着婚纱冲进浴室 随后就是一声惨叫 她想阻止水继续喷出 却搞得手忙脚乱 身上的婚纱也湿透了 男人进来想要帮忙 毕时却不知如何下手 我要去处理一下棘手的问题 你从外面等我吧 从外面等我 小美选择独自面对 可是她这种笨办法 怎么解决得了 不一会就变成落汤鸡 只能跑到马桶上面 想要先把婚纱脱下来 而同时庄宇已经关了水闸 这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 等男人重新回来 就看到这副景象 小美挣扎着跳下来 提出一个过分的要求 能不能放脱一下婚纱 这算什么 灵力合作的 对啊 灵力合作 反正是很正能量的活动 你确定不是在奖励她 庄宇一边心里默念 非礼物事 一边伸出手来想要帮忙 氛围有些过分暧昧 庄教授试了好半天 好不容易拉下拉链 真是种幸福的烦恼啊 小美也是单细胞生物 把庄宇关进洗手间去换衣服 还让人家不准偷看 等她换好衣服出来 走吧我们去楼下看看 好家伙真是好家伙 庄宇家已经成了水帘洞 全换新的肯定很贵 她顺势想进书房看看 却被庄宇挡在门外 小美委屈地看向日历 上面还带两个字清清楚楚 这下真是闯祸了 但是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会这么严重 你放心 我会对你负责的 你们说话都这么暧昧吗 女孩承诺一切损失都会报销 然后筋疲力尽地回了家 今晚还真是噩梦啊 虽然我马上也要断粮了 但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啊 看着地上的婚纱 泡过水已经彻底完了 六位树怎么赔得起啊 她赶快咨询善良的老板 进来有什么饭可以掐的 再没有进账人都要没了 清水村的棉柔金广告 不过你要回去拍广告 万一碰上你爸妈 你骗他们当老师的事 不就暴露了 去不去由你啊 我去 事到如今已经身不由己了 小美好好乔装一番 把自己裹得这么严实 应该不会被认出来了吧 对了 等一下进春的时候 不要再叫我美人姐 叫我大厂子 这个可是公司 特意为你们安排的 怎么样 如此特别的体验 是不是其他地方都没有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女孩万万没有想到 庄宇正好也来这里出差 还好巧不巧地住进了 小美家的旅馆 你可是女孩的顶枪男友啊 这波属于自投罗网啊 女孩还在和男人讨价还价 结果下一秒就原形毕露 等她的父母进门 就看到这个场景 接着弟弟也跑来了 果然一家人要整整齐齐 这下不编点故事不行了 小美装出远道而来的样子 却被老妈直接制止 先把身边这位介绍了再说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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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的男朋友 庄宇 为了防止家人不幸 女孩直接抱住男人的胳膊 两个人叫进了半天 这阵子不是比较忙吗 我还没来得及 给她介绍我们家里的情况 没想到竟然在这里遇见了 真是有人请你来相会啊 这段话说出来 再看庄宇的表情 已经非常不自然了 庄教授 你这次帮我一下 你的答案大都会一辈子 做牛做马来报答 自己变得瞎好 哭着你要忍 我知道我知道 这不是让你帮我吗 小美眼睛开始拼命放电 你就帮我这一回 糊弄过我家人 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 见男人没有反对 女孩正式地介绍了家人 然后又是一顿含情漠漠 可能是被认清场面感动了 庄宇竟然帮她援下了这个谎 主动承认了男友的身份 不得了了 别说开花 风酸居然会助人为乐了 眼见目的已经达到 小美害怕夜长梦多 连忙借口说男友要睡觉 拉着庄宇回了房间 回去后又对男人各种讨好 你的永泉之恩 我一定会滴水相报 搞得庄宇头很大 女孩丝毫没有感觉不同 明天还得麻烦你继续演戏 第二天的午餐是真的丰盛 鱼爸鱼妈热情地招待了未来女婿 期间问了两人相恋的问题 都被小美各种糊弄过去 庄宇也比较配合地掩护着 直到于爸爸发出心灵拷问 我冒昧地问一下 你喜欢小美什么呀 这句话真把假情侣问住了 回想两人从见面开始 各种误会就没断过 搞笑画面更是层出不穷 我喜欢她简单直接 全心付出 不计后果 性格活泼 处事机灵 从女孩眼神就看得出 里面全都是反话 但却成功哄住了父母 小美也是个有仇当面报的主 凭借自己的记忆 给庄宇加了一堆不爱吃的菜 直接把男人整个怀疑人生了 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吗 要不是早就知道 还真以为这两人很恩爱呢 庄宇也忍住没有拆穿 江湖路远山刀水长 我们有一整部剧的时间 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遇到恶意挑事怎么办 你们知道老子为什么写道德经吗 有什么意思啊 因为老子愿意 回村里参加酒席 还遇上这种货色 真是杀风景 这是门外传来熟悉的声音 该不会是男神来了吧 工作耽误了 怎么走了又叫我 你不是说你没跟不来的吗 小美都懵圈了 假冒男友还有额外服务 这不真是赚到了 庄宇也是来者不拒 恩爱戏眼的那叫一个逼真 不 小美的男朋友 从始至终都只有我 男朋友不上喝酒 我来替她喝 就你那点酒量 一杯下去还不得把这里拆了 周围的人见讨不到好 都兴兴地离开了 小美还想炫耀下自己酒量 庄宇已经微微一笑 我可是植物学教授 这点葡萄汁骗谁呢 眼见面子赚得差不多了 女孩直接上演秒罪 倒在男人怀里不动了 非得要公主抱才行 毕竟演戏要做全套 可惜美好时光总是太短 路上就被扔了下来 对我够了解的 看不出来 平时冷若冰霜 环境时刻这么会 作戏做全套 那你演技可以哦 简直就像是 踩着七彩强云的盖世英雄 庄宇听了转身就走 小美索性继续追着家 这波英雄救美不向眼的呢 庄教授还真是助人为乐啊 要不再让我调戏一下 我还关出来 你喜欢喝水 而我是有百分之七十的水组成的 你喜欢喝水 就等于喜欢了百分之七十的我哦 你是不是忘了 这位可是个骂人不吐脏字的主 没事惹她干什么 英雄救美的报答 就是明天七点上山 小美真是痛不欲生 我的美容叫啊 等她气喘吁吁的跑来 还是晚了十分钟 看着女孩这双大长腿 要是进山还不被蚊子吃了 庄宇主动的把外套给小美 还贴心地给她寄上 这么近距离的亲密接触 说不心动那是假的 路上女孩也是花样平出 可不能浪费这么好的机会 庄教授 你借我 靠 靠 靠一下 只是男人不解风情 白白浪费了女孩丰富的表情 走着走着山里下起大雨 两人只能找个山洞暂住一晚 看着男人拿出睡袋 女孩立刻娇羞一笑 难道你早就做好了准备 要跟我一起 庄宇的表情都凝固了 才不要和你几单人睡袋 两人拉扯之中 很自然地抱在了一起 这下可真的暧昧大了 万万没有想到 庄宇把睡袋让给了小美 自己在旁边躺了一夜 四手五路也算共度粮消吧 刚陪男神回家 门口就遇到不速之客 女孩的心都碎了 她是谁 为了验证想法 小美仔细观察了一番 长相匹配率70% 难不成庄宇虽然没有女朋友 但已经有了丝 哥 原来是未来小叔子 误会解除 女孩立刻会笑了 还主动上去问候 我的男神叫庄宇 她的弟弟叫庄穗宇 你们家取名字的方式真特别 我叫庄慧和卫慧 没礼貌 叫人 小美也开始扭捏起来 不用这么客气 结果小男孩的一句阿姨好 直接让她破了房 小朋友是近视眼吧 今天忘带眼镜了 姐姐离近一点 让你看清楚 叫我什么 阿姨 一看就是个难搞的小叔子 没事来日方长 我们有的是时间交流 对于自来熟的小美 庄慧显然并不友好 拉着哥哥就往家走 小朋友这样的性格 以后可不容易讨女孩喜欢 你家子冷脸乖 果然是我想多了 庄宇这样的怎么会有钱女友 这个阿姨是不是 这 庄宇也是大无语 你怎么对人家那么大乐意 叔嫂的头一回见面 好像并不太愉快 小美回去找闺蜜诉苦 这日子没法过了 出了清水村之后 大家就不是情侣关系了 想见一面还得找理由 更何况 又多出了个小垫顿泡 闺蜜却兴奋地告诉她 在爱情剧里面 小孩可是感情中的助攻王者 你要是搞定了小叔子 拿下男神还不是轻而易举 真是做梦都会笑 而此时女孩的爱情助攻 还停留在拆台的阶段 庄慧和哥哥去超市买菜 一眼就看到小美的宣传 这不是楼上的阿姨吗 小孩子立刻想发现了新情况 我哥不是沦落到 喜欢这种网红了吧 这种没礼貌的行为 自然遭到庄宇一顿训斥 然而小孩子也真是命运 认不清未来嫂子的地位 不但被抢了棒棒糖 还要被现场喂狗粮 停 哥 你怎么会喜欢这种肤浅的女人呢 小朋友 话不要乱说 谁说你哥喜欢我了 小庄会怒火中烧 但是面对小美这个家子怪 却讨不到一点好 反倒成了人家秀恩爱的背景版 果然小孩才是助攻王 很多不方便说的话 人家都帮着说了 哥 你这女孩 女性朋友 你到底管管她 这一波真是大大的促进了剧情 以后你们结婚的时候 小叔子必须做投桌 看你们相互暧昧 眼里都快擦出火花了 还是我来帮一把吧 姐姐 收到面包了吗 收到了 真好吃 是我哥亲手做的哦 我猜就是 说话就说话 动手动脚干什么 这下干大了吧 女孩一时有点脸红 不错 谢谢 庄宇羞涩地走开 小美这才反应过来 我说的是面包 姐 我哥是有在练的 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面包 闺蜜说的真没错 小孩才是爱情系里的助攻 小叔子也一样适用 就指望这两位闷狐 一路只会傻笑 等你们开始表白心 黄花菜都凉了 多亏了庄惠小朋友 在里面各种撮合 这个家没我迟早得散 关键时刻还是得我出马 姐姐 不一起吃饭吗 我哥买了好多菜 今天有约了 女生 一次性问个清楚 哥哥记得对我好一点 中午没有约到女孩 庄教授明显有点暴躁 这一切怎么瞒得过小孩子 一个小时一个字都没写 哥你是有什么心事吗 被戳穿的庄云恼羞成怒 强行让弟弟写作业 小庄会灵机一动 我还是自救好了 这些发票是不是要给美人姐姐的 哥 要不要我帮你发个信息 让美人姐姐来拿发票 不说话就当你默认了 只要能够不写作业 孩子智商瞬间能到250 小美收到信息后很开心 我家庄教授写的错别字还这么用心 看来他心里有我 他哪知道是小叔子干的 女孩直接抛下闺蜜的饭局 一路小跑的来到庄云家 拿个东西还笑得这么甜 结果不小心误出雨棚开关 什么情况 这是狗发射吗 小照面 镇定 你们两个够了没 要拍练宗就去隔壁 天天在这里喂狗粮 只见庄云慢慢靠了过来 近到小美都能听到她的心跳 算了我不反抗了 你想来就来吧 结果庄云只是为了开雨棚 铁树怎么可能主动开花 果然是我想多了 眼见报销完了 就这么走不是很浪费机会 小庄会再次挺身而出 强行给自己哥哥加息 要留女孩在家里吃饭 小美还想假装客气客气 呃 我们家里吃火锅 不花钱 为了腹黑的哥哥和漂亮的嫂子 小孩子真是付出了太多 女孩清早冲出卧室 隐约记得昨晚喝醉了 好像发生了些什么 余美人 有点东西啊 但是她却没有想起 喝醉前男人对她说的话 所以我要去那里放学 少则一年 多则 我也不知道去停多久 此时庄宇已经在飞机上了 甚至没来得及告诉小美 抱歉 临时有工作走得匆忙 我现在在 关键时候手机没电 早干什么去了 两个人的轨迹就在这一刻 发生了微小的变化 小美还在开心到飞起 前几天那个吻 算是确定关系了吧 再说 我已经看穿了 庄宇再怎么跑 也付出我的手掌心 正所谓 命理有时 真需要 闺蜜劝她别玩欲情故纵 赶快把庄教授拿下才是正义 小美也是听劝 直接发消息约好见面 没收到回信也不问一声吗 可怜的小美却不知道 早早地站在约定地里 自己都快被蚊子吃了 却依然坚持傻等 女孩的心开始动摇 电话也没人接通 眼见晒了一天 想见的人还是没有出现 刚确定关系就完失踪 难道自己遇到了渣男 失望的小美跑去庄宇家敲门 依然没有找到人 无奈之下她去问庄宇的学生 这一下出了大问题 她出国了 出国 庄教授她出国访学了 一年半再回不来 听到这句话小美惊呆了 这家伙居然耍我 此时的庄宇还不知道 自己惹了多大的火 路上的小美已经开始黑化 回想着和庄宇的点点滴滴 自己终究是错误了 小姑娘 这种追着别人跑的爱情 是没有结果的 什么女追男阁曾杀 那得是人家对你有意思 才施杀 不然隔着的就是不锈钢纱疮 痛不破的放弃吧 她甚至产生了幻觉 以为庄宇还在自己身边 然而在美帝梦也会醒 既然心爱的男人不辞而别 那么她就永远别再出现了 我跟庄宇教授 根本就不是那种关系 什么负心不负心的 别说的我好像个受害者似的 我没有那么脆弱 爱人的消失 让女孩像彻底变了的人 等闺蜜回到家里 看到小美已经把家收拾干净 还榨了蔬菜汁 甚至手被划伤也不管 立刻感觉浑身的寒意 这是要出大事啊 等到庄宇好不容易开机 才收到小美迟来的消息 等她想解释下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 庄教授这下真的慌了 追击火葬场的套路 难道要在我身上发生 女孩被坏人堵在胡同 刚才拆穿这家伙劈腿 现在居然跑来报复 出轨的人是我 还是做错事的人是我 作样人不值 除非寂寞为 女孩想要报警 却被渣男夺过手机 自己还被一把推开 等小美睁眼看清楚 这不是自己日夜思念的人吗 难道我产生幻觉了 她颤抖着伸出手 什么鬼 不是幻觉 小美一把推开庄宇 当初你一言不发的不辞而别 现在又一声不响地回来 当我是什么呀 庄宇赶快上去为女孩披上衣服 却被小美躲开了 我和你很熟嘛 让你当初高冷 现在加倍偿还 让她知道老娘没了你 过得更好 不用 我不冷 一点都不冷 我现在身体好得很 小美明显还在置气 拒绝了庄宇送她回去的请求 还说自己已经搬了新家 说完就坐上了出租车 结果遇上了大堵车 等她回到家楼下的时候 庄宇已经等了好久了 当面打脸真是舒爽 看到男人还跟着自己 女孩不知该生气还是该高兴 你怎么就确定我还住这儿 你刚刚说 不管坐得多近都大车 我猜离派出所最近的小区 应该还在这里 等小美提前叫好了车 结果一开车门 就看到那张帅气的脸 要不是这里不能久停 我才不会上车呢 一路之上庄宇像换了个人 不停地凑上来套进我 你的高冷男神人设呢 眼见小美爱答不理的样子 庄宇拿出准备好的礼物 却被小美无情地拒绝了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礼物就不必了 拿人手段 我可不想欠你什么人情 你不欠我 是我欠你 话都到这份上 连司机都听不下去了 你们猎狗能换辆车吗 看看这副傲娇的样子 你得再主动点才行 庄宇也算豁出去了 你不收礼物我就跟着你 能收下就是有得了 不过庄教授你还得加把劲啊 听到要找伤者家属 女孩立刻跳了起来 我就是家属 你是庄宇的妻子吧 我没结婚 一听还没结婚 一声就一副自来熟的表情 年轻人嘛 我懂我懂 路过的庄宇偷听后 脸都快笑歪了 自己挺身而出 帮女孩挡下这枪 现在看来真的物超所知啊 怎么说有戏啊 你这时候就得顺水推舟 继续推进啊 当然 庄教授难得长点恋爱脑了 就像这铁树开花了 怎么也得把女孩拿下 和好 我没在那一起过 和来和好 现在换成小美高冷了 那时候性命攸关 我哪有空考虑儿女情长 其实救护车上 男人想趁机表白的 结果被女孩硬按着嘘寒问暖 可惜了这绝佳的机会 稍晚些时候 小美来到医院 看着病床上睡着的庄宇非常心疼 她帮男人盖好被子 然后关灯准备走人 这时庄宇喊住了她 小美才知道庄宇已经醒了 她白天都下来溜弯了 现在是在装病片你好吗 小美是真的担心庄宇 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给她倒水时还先试下水温 然后扶着男人起来 这一刻的四目相对 女孩不自觉的有些害羞 你伤得这么重 你真的不跟家里人说吗 你要是不想说 我去跟小慧说 反正总要 反正总要见父母的 不着急 这么油腔滑掉 还是那个高冷的庄教授吗 两个人就这么暧昧着 反倒是小美先坚持不下去 转身就要离开 庄宇向她解释当初爽约的事 因为有些事 我爸现在不说了 以后都没机会说了 你胡说什么 我不允许你说这种丧气的话 男人被搞得一脸懵逼 你是不是理解错了什么 女孩不让他继续说下去 别说了 别说了 你相信我 你一定会好的 你要是好不了 我就跟你没完 不过目前这种状态 好像也还不错 医院的生活真是幸福 庄宇只需要编个理由 骗走师兄 就能名正言顺的等着小美 只是这次学生间情敌也来了 庄教授自然不会有好脸色 他故意在情敌面前秀恩爱 小美也非常佩合 这时师兄也赶来 一看这场面就明白了 小月 幸福你了 我也打把手了 打手你打 小月 麻烦了 放心吧 神助公一波带走了电灯泡 把大好时光留给了这一对 有美人陪在身边照顾 这种饭来张口的日子真是舒服 庄宇甚至都想 要不然我在医院多待几天好了 当甲方代表灯开时 女孩直接傻了眼 居然是她 你怎么还在这种地方 帮你站台 想不出你这个穷教授 还挺有两下子的 庄宇没有搭理小美的吐槽 而是自然地开始了讲话 并邀请女孩作为集团的代言人 小美听完一脸懵逼 那没说的别乱说话 哇 简陶集团的小庄总 已经发话了 余小姐 你也算了 你说啥 她不是植物学教授吗 什么时候变成富二代了 她回忆起庄宇兄弟的日常 才察觉出端倪 难怪人家是金钱如粪土 原来是真的扮猪吃老虎 这家伙还真是深藏不露啊 接下来会是什么桥端 爸总谈恋爱都要干什么来着 该不会 你父母会突然出现 甩给我一千万 让我离开你吧 这么说 你是答应跟我在一起了 亲 这都马上大结局了 你们才想起还没在一起 真是够能拖沓的 不过披上富二代外衣之后 庄宇确实变得主动多了 动不动就调戏小美不说 还学会了少说话多做事 二话不说直接扑倒 那要这么配偿 你才安逸 想知道吗 之前亲的都不算 这个才算确定关系 再这样亲下去 这片子是没法剪了 两个人在家腻外不算完 小美又乔装改办去上庄教授的课 还要求加入粉丝群 庄宇进来一看 就知道这堂课不简单 小美也不藏着掖着 甚至主动起来回答问题 学生一看可了不得 师母跑来拆老师的台 这是家事不归我们管 庄教授也一改往日高冷形象 公然在课堂上和女友互动 你们两个够了没 秀恩爱也换的地方了 眼看就是中秋节了 小美带着庄宇一起回家 还带了好多礼物 可把鱼爸鱼妈高兴的 还劝庄宇以后不要乱花钱 没办法 这就是他们家的作风 习惯就好 难也拦不住的 这种吃吃喝喝的生活真是幸福 但是美好的日子 终于在一个清晨破灭 小慧 你怎么来了 陪我妈来看未来二席的 哦 那你先去吧 那你忙完记得来找我玩哦 姐 未来二席是你 听到这个消息 小美吓得面无表情 我怎么突然头好晕 今天哪里也去不了了 你这演技还真是浮夸呀 告诉你们多少回了 清热的时候记得关门 你看谁来了 两家人来得整整齐齐 这是要组团参观吗 现场一时间非常尴尬 我们也许可能还需要点时间 麻烦稍等 听我们解释 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头一回见未来婆婆 竟是这样 女孩都快哭出来了 等小美和庄鱼走下楼 大家都在等着 庄妈妈看起来挺严肃 把女孩搞得非常紧张 我在说什么 快停下 都完了 说都不会挂了 幸好鱼爸和鱼妈还比较能聊 场面很快缓和了好多 只有小美放不下心 想做点什么又总是做错 还撒了庄妈一身水 完了完了又要扣分了 吃饭的时候 女孩父母热情招待 还以为亲家是做小买卖的 结果庄妈接了个电话 一开口就是一个亿的合同 直接把鱼爸鱼妈吓坏了 自己的女婿居然是富二代 还好庄妈平易近人 她更关注儿子的幸福 也清楚地感受到 自从庄宇和小美在一起后的变化 我和她爸爸都感觉到 小宇的变化特别的好 变得更温暖 更开朗了 庄妈还让专车送来礼物 亲手交给未来儿媳妇 看着两家人开心的样子 见家长这一关应该是顺利通过了 当晚庄宇带着小美去神树 两人还在树下又亲又抱 差点忘了是来许愿的 女孩许的愿望是男友实验成功 我希望你继续前行 去追寻你的梦想 沙丘会随风改变形状 但沙漠永远存在 我们的爱情也是如此 庄宇听后非常感动 她轻轻亲吻了女友的手心 并告诉她自己许的愿望 我许的愿望是 希望我们永远在一起 你们两个是不是拿反剧本了 和人设不太一样啊 剩下的当然是忘情的接吻 身高不够翘脚来凑 就让时间记住这个美好的夜晚 不久之后喜讯传来 庄宇的实验取得大成功 小美也飞去国外找她 在车上男人给女友发了自己的论文 结尾处正式向小美求婚 短暂的等待 是为了更长久的相伴 相见后的两个人 兴奋地抱在一起转圈圈 然后激动地拥吻在一起 正如他们对彼此的承诺 共同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在属于两个人的小森林中 这段故事完结洒话 有点脸 我 ін